嗨,朋友们大家好,我是装婚线小李 喇了秧你知道吗,农村长大的人对他都不陌生 人们上帝的时候经常被他割伤,非常的讨厌他 其实他也并不是一物是处,他对人们也有很多的用处 下面就让我给朋友们介绍一下,好,跟我走吧 朋友们看,这就是我今天要给朋友们介绍的主角,拉拉秧 拉拉秧在农村是一种比较常见的野草 它的生命力非常的强悍 即使把他练根把钓过一段时间,它也会满强复活 成片成片的生长 朋友们看一下,这是一棵,一棵就长了这么大一片 拉拉秧,常常生长在这个沟坡,路旁,还有这个田间荒地 人民非常的讨厌他,之所以讨厌他 是因为他在这个镜上长满了这个稻刺 这个稻刺非常的硬 哈,朋友们看一下 人民的这个衣服或者是这个皮肤 不小心被他割上啊,就会割破哈 如果是割破这个皮肤啊,火辣辣的疼,非常的痛苦 朋友们看一下他的这个叶子,他这个叶子也是非常有特点的哈 呃呃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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� 一年还能省下不少的饲料钱 除了喂兔子以外 再一个就是它的净皮 虽然有道刺 但是也是非常结实的 它是一种造籽 很好的这种原料 再一个就是它的种子含的油 是造肥造的 一种很好的这种原料 最后 这个拉拉羊羹 它还是一味很好的中药 它的中药名叫绿草 它具有清热解毒的功效 如果是有拉肚子的朋友 可以用拉拉羊的根 用它来煮水泡脚 它对治疗腹泻 拉肚子有不错的效果 好朋友们 拉拉羊的这些用途 你知道了吗 你还知道它有什么用途呢 欢迎在视频下方留言分享哈 今天的视频就为大家分享到这里了 喜欢装回一下小铃视频的朋友 点点关注 再见